外就圆满了 所以佛外是三千大千世界 内是无上正等正觉 我们因为智商很小 所以我们就困在地球上 我们因为这个智商很小 不仅在地球上 甚至地球的种种的都变成我们的苦难 天灾人祸 这从哪来的 不从外在来的 是从你内在的不圆满 内在的不圆满里 所以正报一报就是这样 所以学佛能根本地改变我们 过去有一个例子说 一个人做梦 梦到一只大老虎 怎么办呢 这个做到噩梦了 怎么办 最快的救他的方法是什么 是不是到梦里去给他一把猎枪 不是 很简单 把他拍拍醒就醒了 从噩梦中醒来 对不对 大老虎没有了吧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 在佛菩萨看来那都不是问题 我们欠缺的 唯一的欠缺的只是觉悟 如果一旦觉悟 所有的问题 当然不成 所以啊 叫梦中明明有六趣 绝来空空无大千 所以很多 有时候你比如说 他们拿纸条来问问题 有问很多实际的问题 他觉得很实际 这就关系到我的那个的 但是我不会去正面回答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他不是一定的 当我们真的认真学佛的时候 那个就不存在了 礼佛一败还灭罪何杀呢 败一败佛命运已经转变了 过去的恶业已经被削了 只不过恶业很多 要继续要败 很虔诚地去败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 我们有时候想当然的 都认为 自己读书啊 自己想很多问题 其实那个问题都不成问题的 你就读了那么多书 那么多书 那个没有一个是究竟的 就爱因斯坦 他临死之前 还告诉给那些学生啊 告诉说 你们将在物理学上好好努力哦 我的物理学理论不完整的 不完全的 不是完美的 那反过来说 那我们现在读的所有的书 那都是建立在一个 不完美的物理学基础的 那反过来说 一个完美的物理学理论 如果出来了 那前面不完美的物理学理论 是不是要打倒 那你反过来说 那我们读书 读书不是白读吗 都是一些垃圾 对于一个正确的一个 如果概念的话 那这些不正确的都变成垃圾了 但是我们就认为 这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学就是这样学的 我们人做人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你这是错的 是错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出离 出离的心 对现实所谓的这些现象 要把它学会看淡一点 看淡一点 不要让它占据你太多的生命经历 因为我们的生命经历是有限的 所以我看那个开公司 那排都写 有限公司 有没有开无限公司的 台湾有没有 没有一家 开航空公司后来也是有限的 这是有限的 我们经历也是有限的 你就是有一头就没一头啊 你把世间这个错误的 这个噩梦 你很当真 你觉醒的机会就少 我跟你说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大家 这个 有时候 要学会 用佛教给我们的方式 来看世界 用智慧来看世界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会 自我解放 自我解脱 能够自在一点 这个自在干嘛 这个自在不是说 你有手好闲 真的很自在 躺在那边很自在 不是这样 让你腾出时间来 好好学佛 实践正确的 追求正确的 因为重视你很聪明 你学习佛法 也需要很精进 才能够成功的 我跟你说好了 所以 我们要把不必要的东西 把它放下一点 要把千真万确的 要好好努力去实践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边我讲这个 其实我也讲给我自己听的 我也是需要这样子的 我是时时刻刻都很惭愧 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怎么样能够靠阿弥陀佛近一点 怎么样能够再近一点 更近一点 不要什么 看不到阿弥陀佛的影子 口里念着 心跟阿弥陀佛不相应 所以每次 我也不知道跟大家要讲什么 如果按照理论上来说 我可以讲很多很多的 我们佛教的理论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希望 把我自己最想讲给自己听的 讲给大家听 所以 这个 确确实实 我个人来说 我自己觉得 到现在 虽然出家这么多年了 还没有修得 跟阿弥陀佛的那个 那个手拉得很紧 还没有 我常常想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 我会去到极乐世界吗 我自己有常很恐怖 坐飞机的时候 我想 如果飞机逝世了 我会在这个事件当中 往生极乐世界吗 我坐船的时候 我想 如果船沉了 沉到海底去了 我会在海水里面入定 然后直接从海水里面 直接往生极乐世界去吗 吃饭的时候 我想 这个吃饭 万一噎死了 我在这噎死的时候 能往生极乐世界去吗 所以这个在每时每刻 要保持一种正念 要保持一种清明 要保持一种莲花的状态 而且这个莲花的状态 要积累它 你不是说一念 偶尔的 偶尔的碰一下 不是要偶尔的 你要保护念它 要找到这种感觉 护念它 让它增长 让它连着功德成片 成一种大功德体 就好像你身上随时 背了一个降落伞一样 任何的时候出问题 你这个降落伞 啪会打开 然后就会拖着你 起来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 要积阴德 积阴德 积阴德就是什么 看不见的 但是它有 你积在那边 你有一天 只要到你关键时刻 它就能用上 就能用上 我们修行也是 修那个 但是我一边又是那个 你看我这个嘴 这么啰嗦 自己有一点修行 都讲出来了 讲出来了 这就没有应得了 虽然是分享给你们了 我这边空掉了 又得拼命修 修了然后一见大家 又讲给大家了 本来我们出家人 就吃十方的 吃十方的 吃他一口饭 就欠他七天债 所以你们共生 共生就是 我只要吃到你的 好来 我就属于你七天 我这七天修的 都归你的 出家人很不容易的 吃十方的 然后你看 欠这么多债 你说 我不管在哪 我死掉的话 我能往生吗 这个能就是 你们要修得很好 我才能 你们个个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那我就沾你们光 我吃过你们的 然后我们都一起去极乐世界了 反过来说 那我吃过你了 我修的你有份 那你做好事我也有份 你做坏事我也有份 这个佛缘就是这样的 这个佛缘比父母 比夫妻 那个缘还要生 那夫妻好了 两个人组成家庭 对方快乐 那他才快乐 对方如果有忧恼 那这个家庭 这个整体质量 就会受影响 我们通过 这样共修的法会 这个积聚的质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法王如意宝有一次讲过 他说山里面 一个人跑到山里面 住毛棚 住山 住七年 不如在我这个法会上 我们大家共同念一遍 普贤菩萨行愿品的功德 你看 住山七年 还不如大家一起念一遍 普贤恨愿品的功德 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 这叫共善业力 共善力 然后又是因为 是佛菩萨的这个招感 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里 都是佛光照耀的 帮我们带到这里的 都是我们的内在的善根 和外在的佛缘 交互 把我们到这里的 所以你想想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身口意都在佛光照耀下 内在的善根 蠢蠢欲动 身根发芽 茁壮成长 所以这个共善业 大法会的功德是非常大的 我也是希望这样子 我们都产生功德 业障消除 福贿增长 然后到时候 大家这个共善业力 我们各个都能往生西方净土 修禅的人不提禅的 阴光大师念佛的人 没有人听到他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的 尽管劝别人 写文章都劝别人 要念佛求生净土 但是没有人听 阴光大师念过南无阿弥陀佛的 修大手印的人不提大手印 修大圆满的人不提大圆满 修人天合一的人不提天 我师父都说 一个人如果你不提天 三年内都能够成就的 你不跟他对立 你提天你就跟天对立了 你是你天是天了 你不提 你的生命就跟天会合成一体 其实讲法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佛学院里学两天 就可以出来讲法了 不是那样的 你没有感受你怎么讲 有一点感受又不能讲 你说你怎么讲 所以一般性 包括我个人的 一些修行的境界 我也有一个保密期 一般性过了 比如说过了三年或者五年之后 我才公开某一个境界 什么样 但是也是一般性 大的场合 我也不会讲一些 比较深的修行的境界 也不会讲的 比如说小范围 或者怎么样 或者这个同餐道友 很投机的 很相应的 有时候透露一些 透露一些 但是老师来说 我跟大家已经讲很多了 已经讲很多了 这个 讲这么多 干嘛呢 是给大家一个证明 三宝殊胜的 佛是不可思议的 法是不可思议的 是真实不虚的 能度一切苦恶的 确实是这样 佛是不妄于者 是不义于者 是如于者 是实于者 确实 我们身体示范 身体力行 确确实实 佛的每一句话 都是正确的 都是真实不虚的 你都按照那个佛的语作 就可以做到 那个经典 你当你修行的时候 这个经典就是 专门为你写的 经典里说 讲的任何境界 你就可以亲自的经受 经历 经历到 就是这样 所以说 虽然我有时候讲一些 也对我的这个修行 会有影响 但是如果大家 因为这个对三宝 对法 有了信心 愿意好好地修行的话 我也愿意 吃亏啊 我这个修行退步了 甚至有可能